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漂亮 很像迪迪热巴 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我叫妖丹 今年26岁 目前在北京大学积聚教育学院就读于专生本 然后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啊 然后是14年年底来的北京 15年开始正式工作 先后从事过行政工作 商务拓展 然后以及最近两年的电子商务运营工作 然后来到飞尼莫属这个平台 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求的一份和商务运营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做过电商直播在过程 对 做过一个月的时间 在天猫淘戏这个平台做的是淘戏的直播 这也是我最近一份工作 当时离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做的电商带货 它的商品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 可能30家40家以上的主播带货 会更有效果的 那你就选别的店做呗 对啊 所以离职了 离职以后你还是再继续做带货吗 这段时间在休息 然后再重新开始找工作 带货是不是特累啊 当时我在后期是属于兼职主播的 公司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白天八个小时 是要正常做我的商务工作的 然后下班之后是做直播带货 那也就是说你得一连周转了 累啊 所以走了 所以还是因为累才走的 我想说的是这个平台 我也不太喜欢 就是可以聊啊 你慢慢说嘛 你直播带货也是这个状态吗 比现在能稍微放松一点 你放松一下我看看 你来个当时的那状态 我感觉一下 前面就是屏幕 前面是吗 好 哈喽各位 屏幕前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与新唐的直播间 我是大家的主播思悦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 带来几个新款我们的产品 主要是折扣比较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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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能带得出去 才叫奇了怪了呢 对 所以我可能不适合直播的 最开始招你去 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不是 当时就是纯粹的 一份商家运营的工作过去的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是在干什么 现在没有在工作 五月份离得直到现在 之前在英美平台 做的还是商家运营 例如他们入住的这个商品的 标题优化 相情优化设计 还有他们这些机构的 一些基本情况 以及怎么样去提高 他们的一个RI转化 还有付款 这工作挺培养人的呀 这一点要是说 我当时的那个平台 上层领导变动吧 连带着下面的一个人士 有一些关系 上层领导变动 跟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领导他的自己的 一个工作方向 以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工作 区域划分 可能有一些变动比较大 那你应该沿着这个方向 继续往下走 怎么跑去天猫店了呢 你可以继续做运营工作呀 慢慢说嘛 这时间不是还够吗 时长是吧 从英美平台出来之后 我是在最近这份工作 他其实最开始做的是 商家运营在微信的 友善小程序上边 做了有四个月时间的 商家运营之后 是从商家运营这个部门 转到了一个 他们那个分支品牌 也就是说天猫店铺这边 但是如果说全部的中心 一天八个小时 可能全部要放在 直播这一块的话 可我为了一个工作 企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出入 我希望直播可以 在我的工作之中 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 对 那你今天来找什么工作 商家运营和平台运营 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 没有 你怎么中气不足 我可能这两天 熬夜打游戏来着 打什么游戏 王者荣耀 昨天晚上打到几点 两点吧 那你今天干嘛来运营呢 我知道昨天那个王者 就一直上不去 上不去就别打 先停一会儿 身体要紧嘛 你看你头发都黄了嘛 还挺少啊 是吧 而且你现在瞧你这个样子 虽然你脸部轮廓还可以 你已经开始长斑了脸上 还有痘痘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不应该离开 那个医美平台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么说该回归 回归医美圈了可能 珍重生命啊 热爱生活 好好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14 有哪家企业 你是特别想去的 猪 猪猪猪猪猪猪 猪猪猪猪猪老师 猪老师 他是他是哪个企业的 呃 猪老师是西游际企业 不是那个猪 你不知道他是哪个企业的 你为什么选猪老师呢 一擦 一走一过 擦肩而过 擦肩而过 你就看上他了 刚刚一看又看上了 这太不靠谱了 就是可以聊啊 一美科 就如果你要是加入运营的话 嗯 你能做一些什么工作 如果说您这边 想要去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业绩的话 可能我对基础 我可能还要根据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机构 它的一个投入 它的一个花费是多少 投入足够的话 首先这个现场人员配置 至少要场子要两个 也就是现场一个咨询 要两名咨询师 然后网上的咨询 也要至少要三个咨询师 因为它需要负责 不同各个平台的 然后手术的医生 各个方面他的一个排班 他各的那个医生品牌形象 也要从同步去做数理 去做一个数理和包装 我觉得非常好 行 咱先不说这个了 你满意了 这个朱嘉一那事 还在我这搁着 福磊老师放过 放过去 没有 我没说 他说放过 我没说 你刚才不是说这句话吗 我就说回来了 你是不是很随性的一个人 你面相是高冷的 但内心是逗比的 往往运营这件事 是一个万斤油 即便是在伊美类的部分 刚才你讲的那是道理 没错 对吧 但是它不是亮点 你现在刚才讲那些流程的话 会导致现在用你的人 不觉得你那一万次值 这意味着你今天求职有没有准备 我知道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下 我对于各位 对 你没法准备 你昨天晚上打了两点 我 对 这个我理解你 很抱歉 对各位领导 对于你现在求职来讲 你一直表现呢 就是比较的漫不经心 随意 专注度 还有职业度不够 我觉得你要一万四 是比较高的 应该是在一万以下 我们问一下姑娘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调不调薪酬 八千 听老师的 这么听老师的话 八千 听老师的话 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 不太情愿 不情愿你就不要调 咱就真实一点 那我取一个中间值吧 一万 心甘情愿的不 心甘情愿的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八盏灯 天生我有财 所以它不像是一个职场上的人 的行为方式 一个职场新人 换三份工作 这个很正常 但是呢 你换每一份工作 得让我看到提升 换没事 比如说你在换的过程中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找到了自己 你愿意为此付出 努力 然后你在这个职业上呢 换的值得 越干越好 越干越深入 这样的话 我觉得 那别说三份四份 这个都有可能 我其实在来节目之前 有前段时间 找过一个新的一个工作 当时聊的是都OK 新资各方面 也是一个创业公司 然后在入职的 要前一周的时间 然后那边临时通知是说 投资人觉得这个岗位 可能目前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然后呢 他就把我这边回绝了 创业公司有一些 确实存在一些 不太稳定的因素 并不是说人为一定 因为我想走 所以要走的 有点委屈啊 那么说到这儿 还想哭了呢 哎呀 我不委屈 告诉我们 哭的点是什么 不是 他应该是说 他就被迫选择 他就不是主动逆子 因为创业公司不稳定嘛 就是被迫选择 之前那个offer 被推的这个事情 他其实 当时对我有一定的 是我在人生 在这几年找工作之中 第一次 被这种放鸽子 其实那个工作 他的 对我没有造成 特别大的打击 只是说今天聊起来的时候 刚好这个 任老师提起了说 这个工作 换得比较频繁 其实不只是 任老师这样说 我包括我自己 也是觉得 工作 工作深夜来 其实换的 行业其实比较多 然后我就发现 有的时候你坚持 一件你自己 喜欢的事情 其实不是 特别的容易 我其实在 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话语比较少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自己默默做了 很多工作 但是领导 他其实并没有看到 而且我又不是 特别喜欢说 领导今天 我其实在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说 我是一个特别 有亮点的人 是说一提洗药单 在哪个公司 他就是一个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他做出什么 业绩的签证 什么大单 但是我自认为 我在工作里边的 敬畏心 还是有的 每一份工作 其实每个人 都会去做 很多的工作 也会给公司 去带来价值 但是你的价值 怎么样能够 叫你的老板去知道 这个本身 就是我们的 工作职责之一 但是今天的话 在舞台上的第一轮 到现在为止 实话来讲 如果不是给你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根本看不到 你的亮点 因为这个女生 唠唠叨叨叨 说了很长时间 没有抓住重点 而库尔特表现了 无限的同情和鼓励 朱家云的名字 你都没记住 他是什么企业 都没有记住 可是当这么糟糕的 表现的时候 叶子龙突出来说 我愿意给你岗位 什么一个企业家 上台了之后 你都没有记住 他们企业家的名字 然后叶子龙就要给岗位 我觉得曹熙今天 说的特别棒 难道这个女孩 她第一轮表现 有第二轮 在讲这些第一所谓的 废话的时候好吗 作为企业家 你凭什么亮灯 这个时候 谁都有权利说话 你没有权利说话 我觉得她行 我愿意给她议会 这是严厉志愿的指导 所有的企业家 都可以表达出 对她的喜爱 因为我们都有岗位给她 而你不需要站在 公正客观的角度上 去看待这个女生 而不是把自己的立场 摆在情绪之上 好 可以了 这姑娘你要客观评价 严直上不说了 准备上完全不充分 而且在职业素养上 的确对自己要求不太高 有点散漫 但脾气不招人烦 所以你现在别出神了 行不行 你别整个一穷摇女郎 那种感觉 咱在第二环节 努力地把自己的专业水准 拿出来 争取把你那一万 再回到你那一万四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父母反对我考研 还说女孩子学历越高 越嫁不出去 是这样吗 对我来讲不是 我的家乡 其实是在一个小的县城的 我知道 我的家乡在东北 是东北吧 是东北 对 我不能说 代表说其他的父母 对自己女孩子的一个期望 怎么样去规划 但是在一些小的地方 其实父母不是特别地赞成女孩子 去在外去工作 然后你的学历 会一直要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可能我的父母 比较开明一点 从小比较尊重我自己的 一个意见和想法 所以我的父母是说 如果能有机会多学习的话 可以支持我多学习 他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专业的训练 还有对这个体的理解的程度 还有他回答的这个条理的程度 得分不高 这题是考察你的什么 这个情商题 谁要是考察你 对于这种高学历 你未来的职业 人生的目标什么样子的 不 我觉得这条题考的 您说的不对 那条题不是考的 他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 这条题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女孩子 我也不会给特别高的分数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 他跳出了题目之外 对 你没有明确地去 说这条题本身 但是这题问的 其实是说固有思维 在套你现在 年轻人的人生的时候 你们应该怎么办 这条题 这句话就古代讲的 叫女子无猜便是得 它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的第一环节 的专业度是够的 尤其是跟 叶院长那边交流的时候 你是有专业度的 但我现在留灯到现在 我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是 我担心你的职业度 确实会有偏差 所谓的偏差是 你还是很照顾自己的 因为比方说工作地点 你写的北京朝阳 就是你好像对这方面 比较爱护自己 比方说不加班等等 我想知道的是 这方面你自己对自己的规划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 不加班 然后也上班离家近 工作最好还轻松一点 那这个对你来说 你不担心未来的职业生涯 受到很大影响吗 我在前几份工作的时候 加班的规律实在是太高了 然后是我的身体脊椎 一直到现在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也是在前一份工作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专门休息了半个月的时间 去做专门的这个调理 我的脊椎去按摩 我插一句啊 颈椎不好 颈椎不好 还是打游戏到两点 你看你颈椎不舒服 或者腰椎不舒服 但你打王者荣耀 可以打到两点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你像打游戏一样 愿意通宵打蛋 这件事情就是 你一辈子的事业 艺美行业 是我最近在求职工作之中 最关注的 最中心的一个方向 别的还有没有 就取决于我们 还要不要留灯 我其实比较喜欢服装 造型这个方面的行业 大家一上来 都盯着她的脸 而我一上来 就看到她颈椎是歪的 体态也是不太健康 我看不到她 一个健康的美 是好多人看的 只是五官五官 当然她很漂亮 但是我希望你年龄 这么小的时候 应该更多地 去关注你的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既能够让你赚钱 又能够让你 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瑜伽健身 瑜伽工作愿意尝试吗 我想好好考虑一下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叶子龙你不是留灯的吗 其实他一上来以后呢 他给我回答那几个问题 我对他特别感兴趣 我为了你这个事呢 我还特别给我 那个分院院长打个电话 我把你这个简历也发给他了 他给我了三点建议 他对你的不满意 第一个呢 跳槽太频繁 这第一条 第二条呢 你在医美行业里边 工作的年限太少 才不到一年 第三点呢 我们这个岗位呢 是个低底薪 高提成的一个岗位 但是你要的底薪有点过高 他给我这三点建议以后呢 他就建议我不招 所以我 其实我还是看好你啊 我给你这个建议啊 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面对面地 跟那个院长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个集团嘛 你面对面地 跟我们分院院长 来争取这个机会 但是呢 今天我给不了你了 我觉得你是有技术能力的 但是你的这种性格 还得要找一个人 就大家得呵护你 在职场当中 我们会单独为你这个人 会付出更多的一些 一些管理成本 你看你一个六年的职场生活 工作的经历 在这个舞台上 还不知道自己选哪个行业 职场上面 很多的时候是 第一看你的态度 第二接下来 再评估你的能力 从头到尾的态度 我觉得没有办法 让一个 作为我的应聘来讲 我没有办法 打起兴趣来 你自己都没有态度 我怎么没有激情 去拥抱你呢 以后再面试 如果你再提 一万四的这个收入 然后那个面试官 眼睛都不眨 就招你进去了 那公司千万别去啊 明目明白 颜值是优势 但不要被颜值给害了 今天晚上别赖游戏了啊 好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 确实是 可能准备的不够充分 不够充分 再加上可能紧张的时候 自己的发挥 更加的不是特别稳定 企业家他们给的一天 其实都比较中肯的 然后我自己 其实也拼进去了很多 然后我希望能够回去 都慢慢消化一下 然后去想一想 大家说的这个话 对我这些 好的方向的一个指引 然后未来的方向 其实目前比较清晰 可能职业的话偏运营一点 那方向可能会在 一美方向上升联下去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崔志欣 男 33岁 黑龙江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教育专业 霍雷老师好 我是今天的面试选手 我叫崔志欣 来自黑龙江省 美丽的雪城 牡丹江市 今年33岁 从事11年的 艺术教育教学工作 在这11年里 我做过合作创立机构 做过课程研发 体系研发 做过研学项目研发 今天想在这里 获得一份 跟教育相关的 教程研发工作 谢谢大家 这个崔志欣啊 我最难忘的一点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 特别有爱心和耐心的人 他教音乐 陪自己的第一个学生 陪伴了10年 孩子呢 是我的第一个学生 因为我是教架子鼓的 之前他的所有信息 我都不了解了 然后孩子来了以后 在课堂上跟我的 就是给我带来的反馈是什么 他不会跟我说话 没有眼神交流 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任何互动 打招呼再见你好 也没有 我也是通过各种途径 包括他妈妈跟我说 父亲走得早 但他知道 他心里明白 小女孩心里很有数 他不跟你说话 他只默默地站在你身边 然后我就去带他出去 游乐场玩啊 然后因为当时我没有孩子 我们的感情一点点 在身后的时候呢 他会在我上 给其他同学上课的时候 靠在我的身上 让我第一次感觉 有父亲的感觉 这是我从三岁开始 这么整个一个阶段 我们之间有情感上的 那种难舍难分 也有所谓的师父 对土地的那种因因期盼 那么这个孩子 在前年的时候 通过学习架子鼓 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的 附属中学 流行打绝系 就感觉自己的孩子成了 因为我做了十一年教育 我想让别人认可我 不是去夸你 是认可你教出来的孩子 他是有能力通过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途径 去走到他想要的那一座学府 我认为这很重要 这就是我跟他的故事 有的时候是老师一句话 能改变一个孩子一辈子 你赶上一个好老师 你这一辈子都不一样 我们面对孩子 除了真正的 我们要教会他东西以外 其实我们付出的更多的是 情感和爱 责任 这是教育从业者 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觉得可能爱的东西 背后读到了几个字 就非常的真诚 第二个呢 我觉得孩子能够跟你交付 一定是你给他爱的 那个方式是对的 除了真诚的爱之外 其实是你有方法 所以这一点上 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必须要有 悲天悯人的那种情怀 这是我认为的 传道授业呢 是这样 传道授业 不仅仅是从我 单纯地输出给学生而已 是我要去不断地 充斥自己 学习 专业 教育 乃至跟教育相关的 所有领域 左边最下方的 一个小女孩 这个就是 我的第一个孩子 兵兵 这个两个帅气的男孩 是我带过的 现在已经一个在 厦门理工 左侧的这个男孩呢 他现在是在 哈尔滨师范大学 这是我的 传道授业的经验 这是我的第二幻灯片 这两本书 现在没有出版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我们内部自己的 一个教材 在我的 所有的版面设计上 VI的体现上 和所有的原画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么包括下面的 非洲谷呢 在当地 我们也有一些 幼儿园去加盟我 我所说的加盟 并不是他们掏加盟费 而是说 他们来 我去做免费的培训 他们有正常的 股子销售出去 然后还有教材 跟着他们 去完成他们幼儿园 启蒙打掘这一项内容 你这学校办得 好好的 你跑来求职干嘛呀 我更多的是 因为我在一个 五线的小城市 木南江太小了 从这11年里 我做了自己的 教学体系 就是我自己专业的 教学体系 还有研学的 教学体系 我想知道 我深深的能力 能否在一线城市 和二线城市 带给大家 更多的火花和思想 那你出来打工 想做什么岗位呢 依然是音乐教育吗 不是 我是想做跟 教育相关的 研发岗位 我现在的女儿 二女儿已经三岁了 我在想 其实 我是不是应该 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说 我有没有 爸爸有没有能力 说出去 见识见识 我们不是非得 留在家 才一定会有 很优渥的生活 我们要出去闯 我觉得你这是 给拿孩子找借口 你就是自己想出来 你在家里面 当爸爸好 爸爸当得挺好的 刚才说到 你的第一个学生 这种种行为 都可以成为 孩子的榜样 你那中心 这几年教育 是不是运转有些不佳 还好 没有明显的不佳 就是我的投资人 是我的哥哥 他的房子都是自己的 并不是说 做不下去了 想出来 或者怎么 没有 那你出来是准备 做得不好就回去 还是就一定要 在外面扎根了呢 我要在外面扎根 我想学习 你想把孩子也接过来 是的 把家人也接过来 对 这可是一盘大棋 我懂 而且这个 不由你的意志所决定 我明白 这由现实状况所决定 明白吧 明白了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徐霍零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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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想跳舞了 来来来 你随便弹个调子 她来跳 这是我们的女王 要我们赵小叶上来试 好 一黑一白 来来来 小叶穿了新裤子 你要秀一下 可以绕着小崔转动吗 真的 我感觉小叶跳得好一点 小叶把她反而都跳出来了 是的 好 可以了 谢谢小青和小白 来吧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新入职公司 你发现主管不仅情绪化 而且还双标 觉得骂人就能管理激励员工 要求苛刻自我优越感爆棚 该不该辞职呢 若是我我不辞 我认为 他的问题不应该凌驾在我的身上 他的问题是他的 我的是我的 我对的是他这份工作 而并不是他这个人 聪明 你的主管 通过各种心理控制的方式 不停地打击你 让你上司至尊 最终对上司言听计从 那太好了 确实你没做到百分之百 那是我身上出现问题了 我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百的素质 那为什么你不让别人说呢 哪怕他带了个人情绪 为什么不能说呢 对他没笑 我跟你讲 为什么没笑 因为他 因为士兵将帅王 他已经走到王了 所以他到这来是实际上形质装高 他有更大的棋要下 合理地当训练 他不合理地当磨练 他目标就是 我要去下一个更大的棋 我三年前就听过这句话 我说实话 我每学的一个点 我都尽力地记在脑子里 因为我的学习平台太短了 我也后悔自己的 那个文化程度很低 你不用讲道理 你的本质是说 我今儿当不了孙子 明天是当不了爷的 你的本质上是 你只是来学习 但你遇到这样的人 你是会离开的 我并没所谓啊 基本上老板骂员工 骂完后面都会说一句话的 或者骂之前说一句话 我是对事不对人的 很大一部分老板 其实他骂人 他真的不是针对这个人 我特别想知道周伟的话 是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他就是赖子不走 不是 我不是他员工啊 合作伙伴更糟粮啊 我们没有说是主管 就是管理你的人 并没有说你是不是他的员工 我没有人主管我 我们是合伙人 平等的 是这样的是吧 平等的也是他做主管 对啊 但是人家还是大股东嘛 所以他会尊重股东的意见 这句话说得多么没有提及 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 只要他双标 这个时候扭头就走 因为双标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如果他高要求 然后神经质 然后那个 甚至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然后但是对自己也苛刻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 这就像Prada的女摸头 对 不是我觉得是要有标准的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老板 整天骂爹骂娘 然后暴脾气 职场上面 公司有规则 但是最起码的尊重 没有语言 暴力是绝对不可以的 如果一个老板就是嘴独 但真心为员工好 只是太苛刻 就看你自己到底要哪方面吧 这没有绝对的标准 好吧 我们现在回到你的岗位上来 你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很喜欢 没岗位 怎么办 你愿不愿意接受现在任何一家 现在的教育企业管理公司 最低的岗位 我愿意 你都能接受 我可以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来 第二轮选的薛货磊 很好 三家教育机构都留下来 这就是真喜欢 来 写牌 请陈老师再做心理投射分析 崔志欣 这幅画呢 应该说对我是一个小震撼 因为这幅画里边画了一家四口人 这位选手呢 对这幅画有一个解读 叫传承于爱 他画的爸爸抱着妹妹 妈妈拽着自己 那充分说明 这位选手对妹妹的爱心 当然说 投射是对妹妹的爱心 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呢 他对所有的人 也是一种有爱心的投射 反过来呢 又传承这两个字 对一个求职的选手来说 这充分说明 这位选手是不自私的 他会把自己的经验 所得 会传给周围的同事啊 或者他的下属啊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相当有责任心 相当有爱心的选手 所以通过这幅画 我特别肯定 这位选手的素质和追求 所以说呢 支持你 少年得到给你的职位 是教辅老师的岗位 然后岗位工资是8K 主要工作呢是教学工作的后续的 这个课后辅导 我们松鼠AI提供的呢 是一个校区的运营港 因为我们在黑龙江地区 包括东三省 我们差不多有一百多家 实体的这个学校培训机构 底薪呢是5000 工作地点呢就在黑龙江 藤业教育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音乐教师 我觉得在幼儿的教育当中 非常缺少男性的参与 所以男老师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你分上有许多的 好老师的特质 我希望我们再做 录大量的在线的课程 希望有机会你加入进来 考虑十秒 灭掉一盏留下两盏 去吧 好 有请任东白 甲军 谈钱不上感情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在做基础岗的 这个幼儿教育的时候 还会再拓宽我的学习内容吗 那一定的 因为幼儿的整个音乐的 启蒙教育这个板块 理论你要补的 对 明白 另外呢你的儿童的这一块 你面对的很多是 K12的孩子 我们可能有更小的孩子 你需要补 懂 那如果要是接触到家长的话 他后期还会有一些提成在是吧 就是还会额外去 销售其他的课程对吧 对 我们的教育岗位的那个 有一大块收入呢 是来自于 每年两个学期课程 结束之后的续费 然后续费的话 我们会是有完善的这个续费奖金 基本上的话应该是 在那个月应该会拿到 但是他一年会有两次 一次大概两万块钱左右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少年得到藤彦教育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为什么 六日的基础岗 我做过两年 可能我的素质没有那么好 我认为我再学习回来绝不是8K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沉淀 再学习 我还可以再提升 等到我再来的时候 如果要提升到一万或一万二 那你今天来干嘛呢 找工作呀 你今天是来找工作 你已经满足了你的预期 你也愿意调到六千 你也愿意接受金出港 你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你现在不是机会吗 是机会 对呀 我的感觉是那个小小的鸡贼吧 这个鸡贼中间是这样 自己中间还有一个是 自己那个小王者之心放不下来 他面上说 我愿意接受金出的港 但是又觉得自己那个时间投入的 是值还是不值 我其实认为这两位企业家 尤其是任努漫 是满满的诚意 很认真 让大家自己评说 谢谢再见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再见 我不知道鸡贼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非常怀着诚意来到这里 然后我也认真地准备了每一个环节 包括我自己 我的阐述得非常清楚 我应有什么 我的缺失是什么 我想学习什么 我认为我表述很清楚 所以可能是有些误会吧 来 有请下一位 陈慧强男32岁 河南人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专 商务英语专业 各位老板 各位老板好 还有托老师好 介绍自己 我叫陈慧强 然后来自河南洛阳 2013年毕业 然后平时就是喜欢书法 英语 还有文学 然后今天我这个求知一项 是执行的工作 还有翻译 还有这个文字编辑 说完啊 这也是个腰的 英语很好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对对 因为在简历上写在 迪拜购物中心工作过 对对 你是卖什么的 卖鞋包 来跟贾军交流一些 就假装我现在刚刚 走进你的柜台 你得打招呼呀 你总不能让顾客跟你打 对呀 我在等他呀 Hello man We're looking for Just take a look OK 不是 在迪拜买东西 都是要抢着买的吧 都是找你说话的 没有你找他说话的 对不对 不是 因为我们那个啥 我们就是有一种顾客 他说 他说那个 Just look 那你就让他看我 你是这 你就自己look吧 对对对对 就是又往他路口 又路口路口 你是去抢购的 我们我们得 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 你们培训的时候 叫你们不要主动 嗯 不是 咱还能不能卖 你就卖行不行 开始卖 一直卖 就卖 OK NAP We have the many bestsellers in our store So And also we have Many different models of the shoes So Like Do you have the show Yeah this one's one of the bestsellers in a store So Many people come into a store Just pick this one So you can Just have located No I don't know I can And also we can We can 你这样的销售 在国内肯定分不下去 可能是吧 英语是没问题 英语没问题 英语没问题 内容有问题 你是不是在那生活的 就是那个性格 也像那的人了 当时有的人就说 原来你中文说这么好 他说那个 你是外国人吗 我这个肤色 我长得有点外 也想外国人 这是有点 他们说 因为就是有的中国人 就是你中文说这么好 这个啥时候说中国 我说我就是中国人 行行行行 你怎么去到这个迪拜 做这个购物中心销售 通过劳务叔叔 劳务叔叔 在那边挣钱吗 我不挣钱 他们挣钱 应该他们挣钱 你不挣钱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那种 Chanel MuMu Prada 大牌 对 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呢 大概 我四千 你在迪拜挣四千 对 第二嘛 相当于六千块钱 然后务输出那么远 对 一个月挣六千 对 那有点不值啊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这个英语去那练了 你为什么不能卖 Chanel那些 Dial那些牌子呢 他们不要我 为什么不要你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卖你 不可以呢 就是第一个是学历吧 第一个是学历 卖东西跟学历还有关系啊 我在迪拜就见过很多那种 就是说他本科 或者是更高的 他们卖大牌子多少钱一个月 大牌子呢 大牌子就是 一个月的一两万 三十万都有 好几倍啊 对 因为大牌子就是说 他们卖的就很简单 就像我刚才那种 就大爷式的 就是站在那 也不用吭声那种 你就是有点木论 你活跃一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做了多久啊 大概两年吧 两年 为什么回来呢 是因为挣的不多吗 这也是个原因 然后另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地方特别热 我本身就是皮肤黑 我再晒过去成非洲人了 你是 你是 你哪个月回来的 挺热的那个月份 应该五六月份吧 你哪月份回来的 你不知道啊 你自己 一五年回来的 一五年 一五年 你还这么黑 所以那不是人家的 阳光照射的原因 好不好 但是你肯定是 越照越黑的 就是越照越黑的 就是你在那 比这还黑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那怪不得人家会说 你像那个国家的人 这五年在国内 做过什么工作 就是 然后回来之后 就找了一份 就是万某幼园 干了不到两年吧 然后 最近在干什么 最近 最近 最近就来面试 再往前一点呢 再往前 再往前一点 然后就是 摆摊 我以为你说 再往前一点 再准备面试 那我就想死的心都有 你知道吗 摆摊 回来之后 我们这样说 回来之后 干过外贸业务员 还干过什么 就翻译 翻译还有吗 还有摆摊 在哪摆摊 就是在我们 那个洛阳市的 这个天桥上 卖什么呢 扇子书法 我天哪 那你会吆喝吗 不会 那有声音吗 可能路过几个人 看这个人就是 语中不同吗 感觉 那他会 那你怎么 像你这么性格 内敛 为什么会想到 到舞台上来应聘呢 因为就是 我在外边面试的时候 就是歧视特别严重 在我身上 包括我在外表 他们有时候都歧视 你外表怎么了 你堂堂正正 端端正正的 就是 这个黑嘛 这个 就是你 你长到形象上 就是说 比如说 那个 他们 可能不会明说 但是那个 就会 不你这挺好的呀 你比库尔特穿的好看多了 库尔特 你过来 你擦的牛仔裤 和你的牛仔裤 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 你们说 如果要招聘 你们会招他还是招他 肯定招他吗 我 我看上就 就有点像农村公 他看上就像老板 不不不 我觉得你的外形 还挺 挺可靠的 对呀 不是 我上了 我觉得你还是 是没清目秀的 你从那边看 就是一片茫茫的黑 对对 但是我觉得上来 还是不错的 真的比我帅的 他的 我告诉你啊 第一 他看上去比他可靠 对 可靠 虽然都是戴眼镜 第二 英语比他好 对 普通话比他标准 就是没打开口将 对不对 还有出国武功的经验 对不对 对对 你说哪不比他好 你说你选他还是选他 反正我觉得 这就是相比 如果不是人资岗位 我们都会选你的 回你的位置是吧 兄弟 保重 祝你好运 所以库尔特 只能坐那个位置 对对对 所以你今天来面试 什么岗位 一个是执行 就是 你要干啥 我干啥那种 他说的执行 就是你干啥 我干啥 还有什么 一个是 翻译 翻译 还有什么 一个是 就是文字编辑 其实我们现在考虑 未来职业发展 肯定要考虑 什么岗位 是不会被替代的 执行类的工作 其实未来 是最容易被替代掉的 就是你下一个面 那个计算机 它就一定能完成 第二工作 你翻译 现在已经靠科大 这种大量的 你直接就瞬间能翻译了 那现在 我觉得你 你这么年轻 你又去国外 你不应该选一个 未来不容易被机器 替代掉的岗位吗 我觉得你做文字编辑 靠谱一点 那个是我的理想 我感觉比较长远一点 这是什么 这是你写的吗 是 是 你自己念一遍了 我们听一下 我这可能就是 你自己写的吗 普通话不好 你要不要 我帮你念 我声音不好听 我请库尔特来 你 来来 库尔特 来来 秋见浓 夜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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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 你想什么呢 来来来 重新来啊 秋见浓 夜以静 细雨绵绵 如泪涌 袭击良士兵 春花冲冲 艳望穷 是吧 对的 奈何转顺秋 这啥气我不认识 应该连着的 秋委屈 你这得连着 秋委屈啊 奈何转 不 我真的念不好 我真的念 那个刘畅一直要 刘畅来念 刘畅来念 刘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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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点音乐 给刘畅 给刘畅一点音乐 音乐 石朗颂 唱唱加油 好 好 来 秋剑农 夜 已深 因为他都有 细语绵绵 如泪涌 袭击 凉似冰 春花聪聪 燕漫穷 奈何转瞬 秋委屈 情深 原似浅 确浅 也原确浅 何事 再相逢 别相逢了吧 好 但我觉得 回过头来 这诗 写得很错 多久产出呢 就是阶段性的 来写这个内容呢 像这种是吧 这种大概就是 我每天都写 但是写散文 然后也写这个 因为其实呢 他说到了文字编辑 我想知道 你是倾向于什么样的文字编辑 文字编辑 我理解就是说 写个什么东西的话 我这个逻辑上 并剧至少说不会出现 比较通顺 因为现在就是说 很多 你现在自媒体 那个 并剧连天 最起码的文字工具都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你说这个工作呢 在出版社 杂志社和报社呢 被称为校对 不是 我的意思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就是 在社会上有出这种现象 但是我不是说 就是光会改字 而且我是直接会写 我写出来就没有 你现在每天的写作量 大概多少 不定是 就有时候有个生活感悟 然后会写 像这个就是生活感悟 你可以写公众号吗 就是写公众号文章 就是那你得给我一个主题 然后我得就是说 对于我不熟悉的东西 我得调查一下 然后我才能写出来 比如说七夕节了 你写一段的话 你会准备怎么写 带入产品 带什么产品都可以 就是七夕节是吧 对 那我觉得就是七夕节 它这个就是 就是雀巢 像这之类的 就是可以用一些比喻 或者拧愿这种方法 把这个产品就是镶进去 不是 我是在想 如果你正要走这条路的话 你刚才右手呢 是修辞 但实际上 你正要去做写公号的话 还有一个叫说辞 这两条线是不一样的 你刚才就 这个东西跳不出来 我觉得他要是写流量款的 公众号文章 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 我们知道有些人 有能力写文章 但并不知道 当下流行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那段诗当中啊 不要说文化造诣有多高 意境和普通的修辞手法 还可以的 这孩子最大的问题 第一是木讷 第二是对当下流行的东西 他不敏感 这一点是最大的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相信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对你不是歧视 而是因为你整个的表达的过程当中 始终跟别人无法达上共鸣 我跟你的交流都很费劲 你现在是生活在哪儿 洛阳 去洛阳做个导游 英文翻译 你口语可以的吗 导游需要导游证 考嘛 你到目前为止 只有跟甲军的英语交流 是目前看到的技能 虽然也不是那么主动 但你这样一个老实人 你一个这么沉闷的人 能把英语说成这样 好好发挥一下 把它当成工作 好不好 洛阳也是个旅游城市 其实他本身的这个 求职的目标 应该是跟英语有关嘛 不要被我们这么聊着聊着 对 也应与英语有关 翻译它也求嘛 对 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也许像广东啊 这些跟东南亚 在做外贸生意的这些 其实你合适的 现在很多出海的这种企业 对你是有需求的 好吧 好 来 第一轮选择许贺率 还有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有台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目的地 国内的国外的 然后你怎么样 把这个目的地 用最言简易改的语句 介绍给 比如说洛阳 对 假如说我要到洛阳 去拍一个短视频 那么你 你最熟悉洛阳了 对吧 对 你告诉我拍哪个地方 短短的 比如说20秒的语句 怎么样去体现洛阳 这个地方让别人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想去 那应该就拍洛阳牡丹 比如说你可以整理一下20秒的文字 就我会用修试手法 比如 比如随便说几句 找找感觉 洛阳牡丹 百花之王 成就您的 成就您的气质 潮汐是想招你去 他现在正在做的抖音的那些 旅游的那些片段 文案 但显然他不是极致性 对 是的 他一下子说不出来 我估计他写应该可以写得出来 我看过你那些诗名 你可以试一试 行 好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做编辑 编辑的话 六千吗 六千 反正你他要的钱也不高 对 你可以说你的价钱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是 短视频文字编辑 咱们尝试一下 旅游相关的 对 然后五千吧 对 你有问题要问吗 工作地点在哪里 北京 他在家里就可以写 好 那我们可以尝试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问题是吧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词 来 六人游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在家可以工作 刚才已经说了 可以在家 不用来北京 你倒是说呀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六人游 回来 哥 你就是以后 你开头说话行不行 你将来给他写那东西 你得问他的需求 你得跟他交流的 明白不明白 明白 明白 好不好 你长得挺帅的 你给我自信一点 我最后 我最后一句话啊 我要告诉你 是要拿到这个机会之后 你要争取多跟曹总在一起工作 而不要想着 我就在洛阳 理解吗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去打开你的思路 你要争取永远 每时每刻都在曹总的身边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再见 跟他们聊过之后 可能 他们看过一个角度 应该对我以后的工作 应该有帮助 格局上会 会更加开阔一点吧 来 有请下一位 郑健 男34岁辽宁人 初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郑健 来自于辽宁 我34岁 只有初中文化 我是名马云的粉丝 喜欢马云的 不是因为他都有钱 是因为 他作为一个肯德基 都不会应聘的员工 能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 这让我感觉到 是我们这些 可能 暂时碌碌无为的人 可能还有 未来还是可期的 我之前一直从事销售工作 来到这里呢 想突破一下自己 寻求 市场方向 或者是品牌方向的策划 或者是运营杖 谢谢 既然是马云的粉丝 请背出马云至少 三条他的语录 马云他说过 不在乎钱 喜欢花钱 还有吗 这一时想着 不是喜欢马云吗 他好多名言 对对对 这才一句话 还有吗 他的名言是很多 稍微有点空白 马云还说一句 著名的话 说机场好多 放着我的那个 我讲的话 其实都不是我说的 对 有一个 对他那个 好好的书啊 他都写着马云 但是我一个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是马云的深度粉丝 对我不是 我只是 他在这段经历 感觉就是让我 就是迷茫的时候 比较低潮的时候 说自己还有没有可能 就是找点希望 找一份希望 既然他激励了你 你应该好好地向他学啊 学到他真正的精髓啊 他这是追星的行为 对所以 但是我回过来说到你的职位 我刚才想到 就他求的是市场和销售和品牌类的岗位 这些岗位呢 可能都是跟文字有一定关系的 你原来的 你原来的学历不太高 对学历比较低 你过去呢 也都是做这个销售岗位的 你唯一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去争取 能够匹配你的市场 或者是品牌岗位的 就是你自己能够呈现出来的能力 对吧 对对对 你需要在你的文字 表达和相关的这些地方 都能够现在开始能呈现出来 让我们觉得能够看得到 你能跟这个岗位匹配的能力 因为你刚才对马云的解读 可不是很专业哦 另外我问一下你 你是几岁开始做事的 就闯社会 我比较 十八岁吧 十八岁 你不是初中就 对初中 辍学了吗 十七八 那是十七毕业吧 这一路走来都干过些什么职业 一二年之前的话 我一直做就是服务生啊 或者是到工厂里面 的一些这个操作工啊 都是基础工作 来回的换 就那时候工作 就都是基层工作 对那时候就也不很 最高挣到过一个月多少钱 就之前大概五六千吧 最低呢 最低的那时候四百多 那在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过自己读个什么东西 弥补一下知识 读我倒是 哎呀 因为家庭条件也不好 自己也没有想过 有的时候就是 没有读万卷书 就行万里路啊 之后那个就是 因为销售是一个 比较说历练人的岗位嘛 历练人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就 选择了销售 刚开始 那按照你刚才所说的 收入情况来看 最高的时候 一个月五六千 那说明你的销售 应该也不咋跌 对因为 你十七八 今年多大了 今年多大了 今年三十四 三十四 十七八三十四 这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一个销售 如果这十几年当中 稍微好一点 做了销售经理 一个月最高收入 应该不止五六千 好歹应该上万呢 对差不多 我们那个 因为我一直在 那个辽宁 辽宁的城市嘛 做这个销售 他们那边底薪的话 也相对比较低一点 你觉得你 到目前为止 三十四岁的年龄 你觉得你最缺的是什么 能直接总结出来吗 缺的是什么 书占可以少读 对吧 钱占可以少攒 但活到三十四岁 做十几年销售 咱得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 我缺知识和自信 你有自信 你都跑出来来的 你可不缺自信 缺什么你到底 我还是知识欠缺 所以知识欠缺 知识欠缺 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读书呢 这个还是那个 平时读书吗 平时也不读 为什么不读 知道自己缺知识 为什么不读呢 也不知道选择哪类的 为什么宁愿去看 马云的视频 不愿意看一些书呢 我选择不到正确的书 我不知道哪些书 运用不到 所以我问你 知道自己缺知识 但是又不看书 有种种的原因等等 那你今天到这来 你觉得你能找到工作 因为我有一个 有些自己的想法 往前展示出来的话 什么想法 赶紧展示 来 做那个 我想做一个 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想做这个产品 你是来找投资的 这个也不是 如果说有人觉得 这个产品理念好的话 我们可以 我可以入职说和一起 一起做 什么产品 来 什么产品 其实我在做销售 有PPT吗 没有 或者有资料吗 没有 就靠口说是吧 只能说 你知道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 表达能力一般 那你还要表述 你为什么不做份资料来 资料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写的可繁琐 你看它又有理由 来 你说 来 你把产品说一遍 其实我想做一款 这个情感类的产品 说吧 对 因为这个 我之前在销售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 咱们这个很多的产品 它这个 同纸类啊 同 就是这个同纸化 或者是这个 同 同纸化 对 同纸化的一个特别严重 你知道它那个 你先说 你是个什么产品 是一个食物类的东西 还是一个APP 还是什么东西 它是情感类的食物 应该是 它应该和互联网结合 会比较 是个APP是吧 不是不是 它的程序形式是什么 是课程还是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 食物加互联网 应该得做一个APP 应该做一个APP 的话会很好消息 应该做个APP 对 你想好没有 这个产品的功能是什么 除了而最后 这产品是你做出来的 你说产品 别说思路 就你要是漫天 漫天花语的表达 我们听不懂 你就说什么东西 长什么样 能干啥 这个产品 它的产品涵盖的话 应该是非常多 它不是 它是现在 它这个产品 肯定是基于 就是现在的产品 开发出来 它应当是 奢侈品 我认为情感 应该是一个奢侈品 就是我们听不明白 小叶 它形容的这个东西 它是把这个理念 赋予所有的产品上面 我的感受 还是那句话 既然知道自己缺知识 就去读 不知道买什么书是好书 就去问什么书是好书 但是呢 你总有理由 不去接受知识 以至于现在 你描述一个产品 你描述不清楚 小伙子 把日子过着行 就行 咱不想那个什么产品啊 马云呢 咱甭想 我从女性角度补一句 就是如果你心里 还有这个梦想 如果你认为这个梦想 是你人生的目标 和归宿的话 我个人倒不建议 你那么快地 去结婚生孩子 你先自个儿 她的事实过好了 人家姑娘想的是 过一辈的踏实日子 别到时候帮带着人家 去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 梦想家的话 对于马云 你要了解她的精髓 而不要夜宫耗笼 34岁 不年轻 老大不小 好吧 今天就这样 再见 还没头 还没念灯呢 我还没头发 干什么 我还没头发 好 我还没头发 把我吓成糊涂了 哈哈哈 我回去过日子吧 过什么 好 开始今天的工作高手 今天的工作高手和人体的一个部位有关系 他号称是世界第一腰 我们这最细的腰是谁 一只七 一只七 真一只七 真的 那我们这最粗的腰是谁 胡总吗 胡振发的腰应该是最粗的吧 应该是最粗的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粗与细 讨论的是这腰的结实性 特别结实 不会断 如何不会断 我们眼见为时 掌声有请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水蛇腰 哇 这个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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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厉害 好美啊 这最后这一组环大概有多重啊 本来以为是一个技术活 后来知道是个体力活 是个体力活 来来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金里面 是护拉圈 世界吉尼斯记录保持者 先喘一口 您今年三十二是吧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护拉圈的 我是十岁的时候开始 十岁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项枯燥的运动呢 因为小的时候 那个在九十年代都是大家复命一时嘛 都在转护拉圈 然后小的时候学过舞蹈 就是协调性可能比别的小朋友稍微好一些 所以就别的小朋友转一个护拉圈 那时候能转两个 然后慢慢练练 正好到杂技团 有一个就是护拉圈的这个项目 然后也是作为一个辅助的练习 然后开始练一个护拉圈 甚至叫二十三十这样的 那个时候就最多能赚三十个护拉圈 家里会送去练杂技的话 这个家庭一般都经济上相对于要平寒一些 我家就是一个偶然嘛应该 因为小的时候杂技团 是以着舞蹈的名义去招的那个学生 我小的时候在杂技团就是舞蹈班 然后我妈妈说 那小孩这么喜欢 就尤其小女孩嘛 那么喜欢舞蹈 那就去学舞蹈 结果学了两年以后 然后老师就说 你家孩子特别适合练杂技 然后就这样就就妈妈转成杂技了 学了几年 学了七年 什么时候开始表演的呢 大概是十五六的时候吧 然后来到北京以后 因为要生存嘛 必须要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获得的那个奖项 然后名头在上面 所以在网上查了一个是最早是英国吉尼斯的一个女孩 她转一百零五 一百零一个胡拉圈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时我那个时候最多才转六十个 然后我就想 我要是一定要打破她这个纪录 我拿到这个头衔 我出去演出的话会 演出会多一些 能好生存一些 像现在表演是一百五十个还好 就是我的吉尼斯记录是 在二零一年的中央电台春节联合晚会上 那是三百零五个胡拉圈 这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你是三百多个 对 还是一倍啊 对 我看你今天一百零五个 以前后也没多久就掉下来了 你那三百多个是保持了多久 那个是在十五秒以上 但是我那天在舞台上坚持了二十多秒 你超过了那个 那个曾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多少个 对 超过了它三倍 那还是有意义的 那还是有意义的 还是有意义的 瞬间觉得她那个差太远了 她可能 我估计可能去搞别的职业吧 因为她的那个纪录 这话太惨人了 让别人改行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那你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一刻 心里什么感受 还是很高兴的 然后就觉得当时这么多年的苦 然后没有白白付出 你苦到什么程度呢 也不是 反正怎么说 就是可能跟一般正常来北京人北漂的一样吧 住这下室 对 没有专用的洗手间 没有 对吧 对 这个窗户 没有窗户 没有窗户 是吧 有的时候 厕所的水还老是卖上来 对 是吧 对 然后下大雨还往下漏水 最苦的时候 你穷到什么地步吗 跟我们说说 最苦的时候 我那时候 就是周边还有几个小姐妹 我们一起 就是人家喝的那个矿泉水瓶 我们捡了一起 然后出去卖 然后就卖了一点钱 然后我们买水果 分水果吃这样 还有吗 我们住的是上下铺 然后我还是在上面住 因为我下面是比我小的小孩 我怕他晚上半夜摔下来 然后我就每次晚上 就是演完厨以后 上到床以后 那个墙皮都掉在床上 我就扑了扑了 然后还有蟑螂 这些潮虫 那个时候坚持了能有两年多吧 所以现在想一想怎么样 我其实我挺感谢那个阶段的 如果没有那个阶段 我可能成就不了我现在 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 哪怕苦一点累点 我都能坚持挺过去 马瑞又出到了你的伤心事了 马瑞也过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应该很多人都过过类似的这种日子 其实杜老师 我觉得我很有感触的原因 是因为我前几天 你知道做了件很傻的事情 我在百度搜索 说怎么才能快乐 因为我已经很久 没有快乐过这件事情 但我后来我真的认真回想 这十一年的快乐 就是在地下室那个奋斗那个阶段 我们那时候呢 洗澡是四毛钱一分钟 为了省钱刷卡嘛 然后你就会去 在冷水管把头发先弄湿打完 然后马上继续洗澡 然后洗两分钟 然后厕所是一排 然后包括在两平米的房间煮火锅 我是觉得现在 你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经历特别的宝贵跟珍贵 因为你觉得 那个时候你会每天赚一百块钱 你觉得很开心 而且关键是在那种情况下 人在被逼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智慧很容易迸发出来 对 你总会想尽办法各种处理难题 然后对于生活那种抗争感 也特别强烈 是的 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多少人会选择 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住地下室 或者来比较然后住地下室 应该很少很少了 但是曾经住过地下室的人 你会觉得 这是你人生中特别宝贵 以及难忘的经历 那个阶段是最快乐 因为那时候 你最简单 就是有一份小小的被认可 你觉得很快乐 我现在偶尔回到原来租住的那个房子的地方 我都在想 这里面又住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我有这个感觉 我会想 他获得过很多荣誉 这个同时转动105个货拉圈 轻松打破白俄罗斯女孩的记录 随后又是280个货拉圈旋转21秒 两年之后转动285个货拉圈坚持20秒 最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在2011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同时转动305个圈坚持23秒 那照这么说的话 那你的老公也应该拿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要不然匹配不了啊 我老公不是搞文艺这一行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他是动漫设计 动漫设计 你怎么找到你老公的 他是伴郎我是伴娘 伴郎跟伴娘就是这么阶层的 对 你们俩谁追的谁 肯定他追的我呗 追一个会转动305个货拉圈的女生 要咋追呢 我其实我也挺好追的我觉得 是吗 那请你的男朋友上来来来来 你好 周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做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金玲玲的老公 我叫沈建 结婚多久了 结婚三年了 他说挺好追的 到底怎么追的 就是 就是确实挺好追的 你咋追的花了多长时间 很好追就很短了 对吧 没花什么心思了 那倒怎么好追呢 心思肯定是花了的 心思花了什么心思吗 说来听听吧 比如说 每天短信骚扰 这是第一步 然后 主要我们俩 互相看对眼 还是在那个 我朋友的那个婚礼上 就刚才他说的 他是伴娘 我是伴郎 然后当天反正 我也是刻意地 帮他挡挡挡酒 然后两个人 搞得好像他们俩结婚一样 挡挡酒 新郎新娘都跑哪儿去了 然后回过头 反正每天就是 睡醒 第一件事情 就给他发微信 然后晚上睡觉前 也是不停地 骚扰 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的老婆在这 转这个东西的时候 看是好看 但是作为他的家人 应该很心疼的 因为这东西太力量性了 很伤腰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他少了健身 多了就伤身 对 你怎么想啊这事 什么时候让他退休啊 他现在让他退休 我估计他也不同意 那咋办呢 只能 只能说尽量就是 这两年 能希望他能 慢慢地把这个 慢慢地放下 让他一下子突然放下 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 肯定不太简单 只能说慢慢地 平时沟通啊 然后 逐渐地把这个重心 可以放到别的地方 有什么心里话 跟你媳妇说 来我们这撒一波狗粮呗 其实每次看你在台上 都乐呵呵的 但我也知道 钻那么多是很辛苦的 岁数也大了 差不多也 就该放下就放下吧 有我呢 满眼幸福 我们老板要不要试一下 浪漫了 我想试一下 这看起来好难啊 是五个那个吗 一个呢 每个谁 一个谁要挑战一下 我想试一下 来来来马瑞先生 一个都摇不起 来一个先试一下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五个 腰好 再来两个两个两个 先试一下两个 小心腰受伤哦 马瑞你的腰好 马瑞这个不行 马瑞这个你肯定不行 你不要高估自己行吗 对 不要这样 马瑞还没生孩子 哈哈哈 厉害 厉害 走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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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哈哈哈 不错不错 可以可以 真好的 厉害 我们请老胡上来试一下 怎么样 哎 老胡加油 来来来 好厉害呀 你先试一个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一个都不行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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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办 他没有腰 他没有腰 主要是没有腰 赵小叶来试一下 来 来 还有诚威 试一下 我看到马瑞是成功了 我突然有信心了 我觉得我也可以 可以可以的 来 预备 洗 哇 好厉害 可以可以 对不对 老实 刚好的 谁要是今天时间 保持最 哈哈哈哈 你你说你比别人长 你比别人掉的最快 你看这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哇好厉害 有腰的人基本上都还行 但是女生 主要是还挺好看的 哦 哈哈哈哈 谢谢两位 哎呀 刚才你们两人已经说了知心话了 你听你老公的话吗 呃 我其实还是听的 还是听的 嗯 其实还是听的 那那那那不识 就是不听了 呃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脾气 但是呃 脾气稳定下来了 我还是听的比较听的话的 因为我这个人属于大大咧咧 就是丢三拉四这种 看得出来 如果不是这个大大咧咧的人 也很难迎来苦尽甘来 好吧 祝福你们啊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带来的 过来圈表演啊 以后就不要再拿什么再高的纪录了 要保重身子生孩子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祝福你们再见 谢谢 大家再见